你們的節目真的很好看 尤其是做直播很喜歡看 洗澡都要看著 可以這樣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很多觀眾留言說今晚真的很熱鬧 是啊,到最後還有七百多萬人 尾聲的階段都厲害 其實我最欣賞中國 是在旺角某書屋唱談高達 所以有機會想再繼續請鍾哥上來 跟我們分享高達這個topic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鍾哥平時我們有什麼時段可以聽到你的照片 電台 電台就 早上 6點到10點 因為我是那些農夫 現在耕田 你三點多月起床 不過 這幾段時間盡量聽 盡量聽 有些變動 可能我整個生活都可能會有些變化 我經常很簡單 我經常都說 我人生 剛才跟德哥都說 做其他事 做其他事 我人生有兩個興趣的 其實都很寡 一個就是玩具 一個就是關於演戲 或者做導演 表演事業上的事情 其實我用了很多年時間 在表演事業上 其實很想 接下來的時間 做另一個興趣 就是真的玩玩具 會? 做玩具 未必做玩具 可能是 我不用工作 睡在家裡 玩到可以的 你覺得很棒 你說Villian 播就行了 OK 可以多點上來玩 多點上來玩 全部都有跟開 然後我剛才說 你看到這些玩具 好像每隻都沒有玩 剪刀機械 變形有什麼不同 全部都熟 很專業 所有玩具的東西 其實你都熟 就算你沒有買的東西 你說你還沒玩 我還沒玩 我還沒玩 你這麼熟的東西 你有沒有上過那些 玩具的活動呢 買檔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極度受歡迎 但很明顯 他真的 不是說只是玩這麼簡單 但他真的 就算被東西沒出之前 他已經看完資料 都熟了一些 是 還有多少人在看 七百 七十幾人 還有很多 那又說多一點 哈哈 又說多一點 其實 玩具 不是玩過一下 我覺得 玩具 你怎麼知道 我們玩一件玩具 從最初 你知道有這件玩具開始 有這個產品 可能只有文字 甚至只有消息 從這裡開始 其實你已經在接觸我的玩具 然後大家在那裡吹 咦 怎麼出呢 然後看到草圖 然後又說 哇 又談了 然後灰舞 然後彩舞 然後 什麼時候出呢 價錢 價錢 現在再多了很多 就是在不同的影片平台裡面 有些人要試玩 好像現在玩具TV那樣 試玩給你看 這個還沒播出的 試玩給你看 到你真的 不如訂 還是充現呢 充現呢 就是充現 充現是另一件事 我經常說 那怎麼訂和充現的分別 在哪裡呢 通常呢 你訂的價錢 早買早享受 不是 訂的價錢 通常在現貨就會下跌 是的 現在這幾年 是的 以前是 你不訂的那一件 對 就慢慢的 真的 哇 每個都是這樣的 真的 究竟是那些 玩具店的老闆特地做市 還是這是一個 我們解釋不到的玄學現象 其實這個是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機學性消授 其實這個是完全理解的 因為你不訂的 其實一個隱藏訊是 個個都沒有訂 個個都沒有訂 就是說那個 基本上生產就會相應是良少 是的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一起訂還是一起不訂 是的 你每個都訂 就不要一起不訂 你喜歡就訂了 我經常跟客人說 我們本土股真是沒有謀取暴利的 是很薄利的 嗯 錯了錯了 那天不訂 但是跟著你想買 就是了 這就是賤格 好像股票市場 永遠都是 輸錢人多 贏錢人少 但是贏多就贏很多 其實真的說玩玩具的正常心態 就是你喜歡就買 就不要說 這件事值錢 買了 所以說說 一路期待那件玩具 就由最初得到消息 一路到現在摸上手 拿了回家 其實是整個過程來的 不只是我去買 拿上手玩 完 不是那麼短的 所以說 Walker說 你一隻隻都熟 其實我是喜歡過過程 我就知道消息 我就開始留意 勇不勇有先 其實勇不勇有已經是後話 嗯 就是那裡已經是後面 就是 可能你前面半節 然後我看完玩具TV 已經試完讀老闆傻仔 省飯 謝謝各位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是這樣做 哈哈 哈哈 我想起我以前的朋友 跟我說 那個女生最棒的就是在酒吧認識她 以及跟她上樓那一刻 是 完了 之後那些已經是後話 也是後話 是的 所以整個過程 我就覺得不要跳了 每一個過程都擁有 你才享受完整件玩具 給到你的滿足 對 要不然我經常見到那些 我走過 喜歡這件 我買了 其實那些是 不是在玩玩的 那件玩具 是在玩玩而已 就是我們開玩具店的朋友都跟我們分享過 其實有部份的玩家是去到玩具店 手上拿著錢 跟著叫玩具老闆 有什麼介紹 有什麼興趣 有什麼獻 是什麼來的 你沒有那個樂趣 嗯 可以這樣說 沒有什麼東西 賣東西樂趣 消費 對 可能就是用金錢去填補自己的空去 就是純粹是購物 但是我們喜歡賣東西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買那些雜誌 或者在網上 立刻要看他的圖 為什麼會做玩具AV 不是 做玩具TV 就是這個原因 嘩 阿鍾七為你指 再度加碼 贊助我們 他説今晚真是很開心 真厲害 今晚真是很浪漫 支持ToysTV 這樣嗎 是啊 我們又要過了一點 因為有些觀眾記得我跟你說 我高大一起做 是你講高大 不是我講高大 很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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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德哥介紹一下這個歌 你講不講一次 爆中 爆中 這個旗票 我一定下個 下一集 還沒結束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介紹 因為都十一點半 你不介紹一下 第三季 是啊 27的 不結就27 27集 27季 27季 我總是數不了 你每一次都說 只有他一個家 是啊 我也會問密監製 第一 很奇怪 因為我們整天 那個數字最差的人 就是他負責 是他負責 是啊 難得不知 大家都玩得開心 就可以了 是啊 非常多謝忠哥 沒有這麼想 還有真的很期望 下次就到你去講高達 因為那句真的是 字典來的 現在字典不是我了 現在字典是Google 你上網一查 你已經可以查完所有的東西 哦 AI 不是Google 但是我喜歡說 譬如說 他對整個文化研究的角度 去看動畫 或者看高達 其實我們都可能已經退出了 因為現在有checkGPT 是 就是checkGPT很可怕 還需要我們去講 你上網 你只要安裝軟件一按 高達對社會的影響 他已經寫了一篇論文出來給你 不用我們自己去講 但是他現在的AI 你有點離題 暫時來說 其實他是 他是有趣 他是做到 但是他未必是對的 他的資料是一半一半的 他是 你又是另外研究 是 是 夠時間了嗎 其實沒說這麼夠時間 現在還有多少人 現在還有多少人 現在還有七八幾人 還有七八幾人 都保持這個level 不如再討論一下大家 不是 因為很有趣 你有看過Blade Runner 有 Blade Runner 他的設定就是 人類創造了一種再造人 一種人造人出來 是 人造人的外觀和人類一模一樣 他也是有智慧的 但是他有一個tricky的 我們怎麼知道 那是否人造人 我們問他一系列的邏輯 以及人類關於類似品 那些叫什麼 哲學 或者人類道德的問題 他會露出馬腳 是 他始終在道德 邏輯 那些地方 他跟不上人類 嗯 這套是一九八幾年的 Riley Scott 的戲 其實我 我自己沒玩過 那個AI 元件 但是我見到 別人寫出來的文 我發現 那個邏輯 那個情況是 跟Blade Runner的情況很相似 就是 雖然他打了一篇文 給你 但是你會發現 他那個 有些 有些 結構性和邏輯 差一點 總是不像人的 聞到一股脆的 嗯 還有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在超宗耀塞的Facebook Group 有人玩 在故事裡面 其實馬暉和麥斯 兩個人的戀情 應該如何發展 大家都知道 他們兩個沒有戀情 但是AI 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會 如果你多問他兩句 他會告訴你 他會為了迎合你 去找一些 就是 他會找到一些資料 去迎合你 但是 Roger看了Blade Runner 我就看了 小飛俠阿童木 是 小飛俠阿童木裡面 他很有邏輯 是啊 所以就是說 小飛俠阿童木 就是一個最理想 我們認為 AI可以去到 就是 完美的地步 就是比人更加人 但是 Blade Runner裡面 那種 那個設定 我覺得暫時就像 現在我們 看到那個AI 無論是文字 又或者大家 都看過那些網圖 那些網圖 那些網圖 總得那個女孩 是很漂亮 很漂亮 很瑕疵 但是手指很像耳粉 似乎 有些地方 這個AI發展的方向 雖然它是很宏大 但是在某些細節 好像它那個方向是兼顧不到的 雜事 因為它本身的運作邏輯 就是兼顧不到這個東西 譬如它是因為它拿了所有網上的Data 而去找一個答案給你 是啊 但是它就沒有那個去分辨對錯的那個能力 嗯 所以你是 暫時你說 它怎麼可以代替到人呢 其實我就 我又不是很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各位 有近來去日本 日本機場很多東西都機械化了 是 自己check in 自己行動 但是很多時候它都要動個人在隔 因為你搞不定 那人就要過來幫你 如果你每一部機都動個人在隔 那你和請人在做的時候 有什麼分別呢 你只不過是他幫你做一件事 請的人不同了 是啊 就是check的人 是啊 不過始終你機械化就可以迎合到大 就是習慣了用機械化那班人 這個速度都快 很有趣的 譬如說 Walker講開這個 我在九龍塘有一個商場 大家都知道哪個商場 現在出了那些就叫做自動消毒的機械人 噴不行 噴不行 自己行動 但是呢 有一個人在隔壁 不斷檢查 但是以前請一個人 就拿著一個殺蟲水到處噴 請一個人不同了 現在就請一個人不同了 但是多了一件事 就多了那個機械人 是啊 但是就是要請一個人 以前就請了一個人拿著一個殺蟲水噴 現在就請了一個人看著那個人 有什麼事情看著他 就再多了一個機械人 多了一個機械人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大勢所趨 可能就是在這裡做這個遊戲 我相信是一個時間 暫時來說 聽說那個無論是AR軟件 JGBT 插圖更加 一定會比人做更快 快過人做很多 還有他也是 他會選 他也是拿數據而已 大數據年代 他拿的數據就是 最多人喜歡的 他就拿那些給你看看 沒有人喜歡的 沒錯 但是如果人不做 然後呢 我要試 究竟這件事情 行不行 但是AI就不會試 他會拿一些 你必定喜歡的東西 但是以後我們的選擇 就是看一些我們必定喜歡的東西 我們不會有選擇 還有另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現在很容易相信網上講的東西 是 所以AI無論他對還是錯 有多少個人好像Walker 正說懂得去分對還是錯 只要他在網上打一些字出來 我就覺得他是對的了 這個才是問題 這個才是問題 正常是危險 因為 只要是網上打出來的東西 你不會去思考究竟他是是與非的 我發覺這件事情 我也蠻驚訝的 因為 尤其是過去這幾年 就是2019年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麼 我以為 大家都學會了 你會不會懂得 開始聞到一股脆 就是你的鼻子應該會變靈了 就是你看到 我馬上去Google查一查 譬如有一段新聞 有這樣的東西 這麼奇怪 我是條件反射 我看看英文的 用英文搜尋一下 外國 英文傳媒有沒有同樣的新聞 那麼 如果你的新聞 關於外國的 只有中文華文傳媒有 但是竟然外國的傳媒是沒有的 你知道應該不對勁了 你應該有條件反射 去查一查在網上看到的東西 但是 好像你這樣說 我有時是挺驚奇 原來不是很多人有這個反應 絕對你是少數來的 我以為大家經過了這幾年 會開始聰明 但是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像你所說 網上的文字 就 選擇性順了 或者是越shocking 越 取寵這個其實也是一個trend 對 立即 forward 了 人是很簡單的 人是會選擇相信自己想相信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想相信的東西 我才去相信 我不想相信的東西 就當它是假的 Facebook 即是幫到你 你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 對 永遠都是看過那些東西 就算YouTube 也是 你看到那些東西 不斷讓你看 不斷讓你看 其實有一個很容易破解的 你很容易破解 YouTube 為例 它有一個History 即是Cookies 離開了它 那就可以 它永遠都是跟你的History 給你 你喜歡看玩具 它在History裡面 你只看玩具 不斷讓玩具看 你喜歡聽廣東歌的 不斷讓廣東歌 這個我知道 但是你看了History 它就不知道 所以其實它一開播 你有時候上一些網 它都會跟你說 會用Cookies 對 其實它的作用就是 要知道你的preference 對 不用你越來越 將自己的東西收集 嗯嗯 我覺得有些事情 你自己可以嘗試做的 自己可以嘗試做的 不過 講了這麼久 最後怎麼樣呢? 人類在歷史裡面 吸吹到的教訓是什麼呢? 就是不會吸吹到 就是吸吹不到歷史的教訓 所以歷史只會不斷重現 就是實際上 都會抓你 因為我們不會什麼的 但是 你會不會悲觀呢? 我現在又不會悲觀 我很樂觀的 為什麼呢? 人老聰 鬼老靈 就是開始化了 就是開始化了 有些事情可以處置大熱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不要那麼緊張 是 好了 差不多了 不過呢 我們拜拜之前 都要多謝兩位師兄 哇!今天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首先第一個呢 就叫做 李漢榮師兄 哇! Sponsor 了我們第一個 李漢榮 謝謝 還有另外一個 Gill Chan Gill 謝謝 多謝兩位師兄 現在還有 都還是出拍役 很厲害 大家 慶祝 名色效益 沒有了 沒有了 給點掌聲 中哥真的要多點掌聲 真的要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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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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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是啦,是啦,是啦,我都很出名的,我知道,如果現在大家應該要看的,是看這一個,John Wick,第四,以及看這個的沙灘二, 因為辣番茄指數呢,最高和最低的,兩樣都可以吸取到這個, 最近很多好戲,西片那邊就有Kate Blanchett那一套講的《造子復家》,那一套是不是已經落足話了香港? Tar,是,已經落足話了,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落足話了,我也不知道,我那邊有上過,我那邊沒有上過, 我那邊沒有上過,那就是瓊,瓊應該還在上,好像也沒有上過,是嗎? 有,我看見,未落足話,但也有戲院上架,始終都吃著個世, 影片又有John Wick,又有Dragon and Dungeon,那個影評是出奇地好, 很快就講兩個,就夠時間了,是嗎? 可以了,沒問題,OK John Wick這樣,莫卡的媒體,其實我聽到有些朋友說, 為什麼他好像奇諾里維斯,殺不死? 打不死,不合邏輯這樣,這戲不是說邏輯的, 反而我覺得邏輯是要講的,是要講這套戲的邏輯, 沒錯,經常都講的,你不要講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的邏輯,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是沒有邏輯的, 我們要看一套電影就是看這套電影的邏輯, 等於你去看Star Wars, 你去看星球大戰,沒錯, 人類為什麼會去到太空的? 你不能好說,為什麼會有原力呢? 因為,為什麼會有原力呢? Made the force because you want,不會的, 一定就要看, 但是他第八集的時候,用光速飛行會撞爛別人的飛船, 就不合邏輯了, 因為他不是他的邏輯, 就不合邏輯了, 他自己的邏輯都不跟隨自己的邏輯, 那你就搶他了, 還有John Wick其實是一套幾有東方色彩, 特別是第四集, 幾有東方色彩的戲, 不是因為他有日本的場面, 或者是恩子彈的參與, 不是恩子彈, 整個戲的格局其實是一套武俠片, 他是一個武林, 要用武俠片的邏輯去看, 是的, 等於你去看以前, 曹達華、於素秋的御語長片, 為什麼永遠那些人跟他打的時候, 隔壁的人都是隔壁走來走去, 不一起攻上去的呢? 這個就是邏輯了, 邏輯就是劉家良師傅那些, 一定在後面的, 邏輯就是, 他們的世界就只會單打獨鬥, 或者看John Wick他們的邏輯就是, 他那件西裝就是被彈衣, 你要接受這個邏輯, 才可以看的, 接受了, 這套戲是應該可以大家, 不妨在戲院看的, 嗯, 因為他每一場戲, 我都說, 我很喜歡特別是, 就是可以劇透一點點, 很喜歡在德國那一場, 就是在水田島, 如果是Discord裡面, 那一場戲, 基本上, 我真的沒有想過一場動作場面, 可以這樣拍, 可以這樣拍, 我沒有看啊, 真的不劇透, 有一個朋友說, 關於一個挺好笑的, 有一個女生, 跟一個男生說, 我們看John Wick第四集, 我沒有看過, 說什麼? John Wick, 男人, 被殺了狗, 被殺了, 車被人偷了, 然後他殺了一些人, 就來到第四集, 說完了, 說完了, 其實前面的三集就是這些, 不用這麼複雜的, 純粹享受一下那個動作設計, 官能刺激, 官能刺激, 以及怎樣去拍一套這麼簡單的戲, 但是拍到你不悶, 嗯, 這個真的挺有, 這也是三個小時的,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這就是導演的功能, 這個我們看得很賞心願望的, 近來, 我們終於要睡, 是啊, 認智了, 還有多少人, 都還有690多人, 終於跌, 有些人睡了一晚, 有些人睡了, 我們都什麼了, 對, 我們坐在家,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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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明天, 明天見, 四百元, 哈哈, 拍車五百,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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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Hello,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的, 謝謝, 非常的靜音, 謝謝, 你嗎 謝謝,